聽到這個音樂我想熟悉創業小劇的朋友應該就會知道 這是我們今年創業小劇Podcast節目創業新生代的節目開場音樂 今年是Demo Show的第十年 所以我們在開場節目上面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企劃 我們希望邀請一位十年來的全情評審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十年的Demo Show 他有哪一些觀察 他有哪一些想法 也許他想要抱怨一下坐在這邊一整天真的很辛苦 讓我歡迎開發創新管庫的郭大金總經理 同時呢 今天的節目也很特別喔 我們這個開場同步要把它錄製成Podcast節目 所以這也是創業新生代第一次現場錄製Live來錄製 所以讓我們一起說創業新生代帶你聽見 創業新生代 謝謝 表示你是一個非常忠實的聽眾 這沒有Re過耶 嚇我一跳 這沒有Re過 對 這確實沒有Re過 好 那還是一樣 既然我們今天來現場是要來錄製Podcast節目 所以我要請我今天的來賓 要跟現場的觀眾同時還有未來線上的聽眾 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好 各位現場的來賓 還有創業新生代Podcast的聽眾大家好 我是Ryan Ryan哥是我們十年來的評審喔 然後每一場都到 同時除了在每一年的demo show都會擔任評審之外 其實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也陪我們吃了非常非常多的便當 對 我很懷念 你很懷念對不對 我只能想說我能不到嗎 是啊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後來越來越忙 好像比較沒有機會再次邀請到大金哥來跟我們分享 分享就是採訪團隊過程中的一些意見跟 insight 不過十年了我相信你有很多故事或者是很多想法 想要跟我們現場的不管是團隊也好 或是其他的評審貴賓也好 分享一下當了十年的評審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所以我知道你今天來到現場你準備了十個insight 對 就是有十個insight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在座人各位可能有些人是確實也一起經歷過過去創業小區的十年 那我知道也有一些可能是最近才加入的 那作為最資深 在新創資深不是一個好字 那作為最資深的評審呢 那我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去這十年看了什麼東西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十年來你都沒有什麼改變 我看越變越年輕 這個本來我要先講的啊 你看起來都沒變 沒辦法 因為我知道你忘詞了 所以我只好cue一下你要講的更 不要了 讚美你一下 OK 沒有啦 我十年來頭髮白了很多 這倒是真的 這是職業傷害的一部分 好啦 那回來聊聊十年了 我們先聊第一件事情 我想Demo秀的主角還是創業團隊 所以當然在座有這些創業之星們 很多你們是今年第一次 可能透過跟創業小區跟數位時代的連結 所以入選了所謂的New Star 但是這裡面也不發 他已經是第二次第三次站上New Star舞台的團隊了 包含我們剛剛看到Sound On 對 他可能換了一個題目 也是第二次再一次的來到New Star的現場 十年來大晶哥看團隊有沒有看到一些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對 其實十年過很快十年過去了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這個舞台就是給創業團隊的 所以我的第一個 insight就是 對不起 我跑太快了 我把哏弄掉了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過去這十年呢 這個New Star呢 總共有289個團隊上台做Demo Pitch 其實這些團隊都非常優秀 那這個從過去的這個289隊裡面選出了 就是有選出了蠻多前三名 其實除了這前三名我們看得出來 有非常多已經非常成功跟知名的創業團隊 特別比如說像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獨角獸 像這個APIR 他就是從這個New Star Demo Pitch出來的 那另外有一個上櫃的公司叫Go Magi 他也是從這邊過來的 那另外非常成功的像雷亞遊戲 也是New Star出來的 另外耳熟能詳的非常多啦 我就舉例來講 比如說像這個911APP Pinkoi 這個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都是很優秀的團隊 放鬧 對 其實遊戲的這個 比如說像愛自備的 有一段時間愛自備特別多 iCook iChef iColor iFit 不過他們都活得蠻好的 那這個比如說線上學習的 Voice Tube Press Play 也都是非常優秀的公司 對 所以其實這個New Star在過去這個十年來 其實發掘了非常多的優秀的新創團隊 那這些新創團隊非常多 我覺得很大部分都是出事提升 第一次他的處女秀就獻給了這個 這個New Star 所以我們一年選三十個 我們就打算以量取勝嘛 然後 量選了多 就多少都會中嘛 然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說 這兩百八十九隊後來怎麼樣了 其實現在目前來看 就是兩百八十九隊 有二十九家公司掛掉了 也就是說有九十百分之 其實是存活率蠻高的 其中呢有五十百分之以上 都有進到下一輪的募資 那當然就整個Variation來講的話 這個兩百八十九加起來的Variation 已經超過兩隻獨角獸 兩個Billion US Dollar 所以這算是非常成功 所以我必須要 感謝四位時代 沒有 可是我覺得也要謝謝大興哥 剛剛幫我們說 我剛剛開玩笑說 我們一年選三十個 就是打算以量取勝嘛 想說量那麼多 多多少少會重一些 可是大興哥幫我們整理跟分析了 其實New Star的存活率是高達九成 所以 我們其實不斷選得多 我們也選得好這樣子 所以 在座各位所有的New Star 要對自己 有信心 各位的成功率跟存活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同樣的就是說 誰幫我們選出這些 這麼精彩的團隊 我覺得我要反過來謝謝評審 就我免不了在台上客套一下 哎呀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要謝謝勞苦功高的評審 謝謝 那其實作為評審 其實我看到評審的 改變也蠻大的 過去十年 最早2011年開始的時候 評審大部分都是創投 可是過去以來 有非常多的企業加入 那有非常海外的創投也進了 那從這個 這個289家全出前三名 不過作為評審之一 我必須要表白 我這個個人呢 在選擇能力上 並沒有很強 所以 在這麼多知名的公司裡面呢 其實前三名 沒有選上前三名的 其實表現得比前三名還要好 對 我剛才那一頁三十家裡面 大概只有七家 真正進到前三名 所以呢 我還以為我簡報壞掉 NEOSTAR創業團隊很靠譜 可是呢 評審團沒有很給力 那這個中英有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中英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 新創科技跟創新科技 那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在那個場合之下 那個團隊比較容易 Outstanding出來 對 那可是如果你有一個 很成熟的商業模式 比如說電商或什麼 可能不是很Sexy 所以你不太容易 變到前三名 可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其實他後來慢慢累積出來的成果 也是不錯的 那另外一個還有這個 創業家自己台上的表現 也蠻重要的 所以今天三十隊的這個 如果你們沒有選上前三名 沒有關係 你們會表現得更好 沒有 我覺得對沒錯 團隊會表現得更好 而且同樣的就是說 各位今天透過了這樣的舞台 在這邊把握了六分鐘的時間 然後展現自己之後 其實都是讓在座所有的評審 這些勞苦公告的評審 都是讓評審們看見 看見了之後我相信 在座所有的評審 都會繼續的對各位保持關注 是的 然後直到他開花結果的一天 是 所以談到開花結果 其實對創業小劇來說 我們一直都是在做 很像農夫的工作 好像沒有辦法 很快的就讓大家看到 這就是我開頭講的 有些人都會覺得 創業小劇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剛才素蘭已經講了 其實坦白說 作為這個 一路觀察創業小劇的發展 我必須要說一句話 很謝謝創業小劇 那為什麼呢 在過去這個十年來 其實創業小劇的工作的方法 是非常耗時耗力的 就每週都要有這個創業午餐會 再多都應該吃過滿多便當 我也吃了滿多的 然後還有創業小劇 然後所以 其實這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我覺得我觀察有一件事情 其實我自己還算滿感動的 就是說創業小劇很堅持 只Focus在初早期的新創 就是它沒有因為時間的關係 它去關心一些更成功的新創 所以它反而是很堅持 就是永遠是初早期的新創 那其實創業小劇當初就是 有一個很美麗的字眼就是 讓創業家彼此相遇 就是說讓創業家彼此在一起 它就會產生一種能量 所以看得到我們外面532個團隊 其實彼此創業家相遇就有一種能量 現在我覺得現在也是 坦白說很多人講說 新創公司含金量很低 那作為一個創投我必須說yes 可是我覺得後面沒有講 初期含金量很低 後期含金量很高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肥波 就是說雖然是初早期 我覺得未來在你們身上 我覺得 厚著臉皮說我們其實做的事情很像 大家如果看過中國有一個非常知名的網紅 叫做李子柒 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跟他很像 大家看到李子柒的影片 都會覺得她看到她做出來的菜 她採收了非常多豐盛的果實 然後非常美好的食物 可是她的每一段視頻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都是從播種開始的 創業小劇基本上就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台下十年工 對 沒有錯 辛苦你了 台上 沒有 台上十 台上 台上十年工 台下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工 台下十個便當 是的 我們唯一要檢討的部分就是便當有點缺乏變化 所以你現在都不來吃便當了這樣 沒有啦 我都叫UberEat 好 我們下次試試看 OK UberEat 也是一個新的產業 大興哥在產業這件事情上面 有沒有看到哪一些變化 是十年來 其實我覺得不然新創團隊也好 創業我們的評審 其實都看得到過去的十年 其實我想不是只有在創業小劇 其實整個新創公司的這個產業發展很明顯 就是說從早期2011年開始到2019年 產業發生滿大的變化 我自己發現就是說 大概每兩年都有一些新的buzzword 比如說2011年12年 大概那時候電商APP 這個社群是一個非常popular的一個創業題目 但你發現到2013年LOBSO2O非常popular 到2014年IoT這個軟硬整合 對不對 那個加勢打一個很清楚 就是這個軟硬整合這個事情非常清楚 你發現2516就開始有出現了blockchain 然後161718開始出現了AI 然後這個出現了這個checkbot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創業題目越來越多元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是技術含量越來越高 所以其實我自己感覺台灣的發展 從一個只是做生意賺錢的時代 進入到用科技的力量來去做一個新的產業的時代 所以我感覺創業小區見證了整個產業發展的歷史 那今年2020年其實過去這兩三年 又有一個叫healthcare 其實有非常多的做healthcare 剛才非常多的healthcare團隊上台 我覺得這個當然又要cue一下加勢打 然後就是一樣healthcare 他們也見證了產業的發展 OK 那兩丸產業可是你覺得團隊的表現怎麼樣 就是你看了這麼多280幾家的團隊上台 然後有的人結結巴巴 有的人英文流場 這個其實大家可能再都不知道 以前一直要到2019年為止 就是台下的30個newstar 我們都要進行一對一的 就手把手的教他們進行簡報 以前的這個對於beats model不了解 所以對自己的core competition不了解 有很多東西他不了解 所以上台講得結結巴巴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要一個一個tune他們 或者文不對題 對 所以我們要tune 其實大家看過都是tune過的結果 所以可是呢到最近這兩年來是不需要了 對 我發現他講得比唱得還好聽 不是 就是特別厲害了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已經比不上他們了 這代表什麼事情 我有感覺就是說 創業環境越來越成熟 大家有非常多的機會 接觸到各種不同的 這個不管是教育訓練 或demo pitch的一些歷練 所以讓大家都變得非常有能力 做最好的表現 對 十年了其實很多心狀在我們眼中 現在也越來越成熟 然後也表現得越來越好 所以過去我們demo show 前幾年在做的時候看到 每個團隊都好新喔 每個團隊都看起來就是嫩嫩的 好像都還有一點點不是太穩定 可是當它累積到十年的時候 它就一定會有意義 有些團隊確實從十年前 一直到現在十年後 就開始有一些成熟 有一些變化 你有沒有看到哪些團隊 可能值得我們來聊一聊的 你如果講團隊 我覺得個別團隊我們可以談 可是我覺得就整個環境的部分 我可以先聊 都再來談團隊 就是說其實過去這十年 我們講創業十年算是一個階段 剛才恰恰說 它每十年人生都有一個新的改變 其實這個我覺得這很正常 就是說每個十年它有累積 它就有一些新的樣貌 其實我覺得過去我們二零一年是新創 它現在已經變老創了 比如說這個老創不是我講 是VPON講的 它也創業了十年了 可是我們看得到就是說 過去我覺得二零一年 在台灣的創業環節 我感覺也許用這個資源不一定很恰當 可是這是我的感覺 就是它是一個創業的荒原 你看不到什麼東西 有兩根仙人掌在那邊 然後就是 然後比如說 App Wars 很少數的創投願意專心花在 這個新創公司的身上 可是現在非常多台下的都是 現在我感覺叫創業花園 就是非常漂亮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加速器 Coworking Space 非常多的 那政府還有很多創業計畫 然後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非常非常多 那再重要就是說 這十年來已經有很多成功案例 我單單講New Star 就是有一家是 像GOMAGI 已經是IPO的 有三家公司是被並購成功推出 所以還有幾家都已經準備要上市 所以看得出來說 十年的成果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蠻驕傲的 所以另外一個事情 是我自己感覺也是一個創業環境 最重要的一個循環 就是說 創業成功的人去幫助 上一代的創業成功者 去幫助下一代的創業成功者 所以你看比如說 VPON有一個VPON Ventures APIR KK隊都開始去投資新創公司 其實Pinko也有嘛 對沒有錯 所以我自己感覺就是說 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台灣的正能量的循環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你剛才問我的就是說 新創團隊有什麼特別對不對 那其實我要想講就是說 這個團隊現在有一個很明顯的面貌就是說 過去的創業團隊是以台灣的市場為主的 可是你現在看得到的幾乎的團隊 它都是面向國際的 我現在上面寫的公司幾乎都是面向國際的 那舉個兩項 Pinko也第一天就是國際化的公司 凱電第一天就是國際化的公司 所以有非常多的公司 就第一天是國際化 那我們工商置入一下 這個中華開發狀心加速器 投資的一個規定 就是你要能夠跨出台灣走向國際市場 是我們投資的一個規定 工商時間結束 OK 所以本土到國際這個是 你覺得 十年以來從新創到老創 從本土到國際 這個是兩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 像我們今天這個場合 創業小劇 米台北 從2014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開始很多國際化 那2019年 NEWSTAR就開始 英文的DemoPitch 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個事情是 接軌國際是比較順的 像我們看到很多展場 很多Stage上面 大概有一半的活動 都是以英文舉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確實啊 因為用英文 畢竟我們可以對更大的市場 跟更大的世界說謊 可是 十年來這些團隊難道 怎麼講 就是 因為剛剛大金哥有提到說 好 我們存活率百分之九十 可是難道他們活下來 他們就是十年來 一直做同一件事情嗎 其實並沒有 其實後來你應該發現 這個 我發現表現好的都有Pivot過 這個很妙喔 APIR是我們的獨角獸對不對 大家知道APIR最早來做什麼嗎 做遊戲 他現在不是做AI了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講說這個91APP 他早期91余軒最早是做APP 不是開店平台 那VPON本來是做一個LBS的廣播 廣播網現在做大數據 那艾卡拉以前是線上卡拉OK 現在又變得非常非常多 那不要講ChocoLab了 ChocoLab當然就變成 後來變成Line TV 對不對 這個變化其實也蠻大 變影視大亨 變影視大亨對不對 就從AB變明 其實後來發現PIV之後 所以現場的 其實我覺得 錯誤的事情不要堅持到最後 就是說 你要做對的事情 我覺得新創最好的事情就是 很彈性 其實COVID-19我自己的感覺也是 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新創公司 也許碰到一些挑戰 可是它變化非常快 它面對這個挑戰 結果後來都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PIV變得更美好 對 因為我覺得 除了PIV這件事情 還有前面大家 已經有提到說 產業的變化 所以題目變得非常非常多元 那題目難道多就是一件好事嗎 就是 畢竟不能像我開玩笑講的 不是題目多 我們亂槍打鳥就一定會中嗎 所以十年來你覺得 哪一些題目也許 比較會活 哪一項的題目也許 比較有機會成功 其實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說為什麼我講 要用創業花園來比較比喻 就是說我覺得創業的題目 多元絕對是好事 是 因為多元才會產生各種可能 可能 有些 帶點高風險啦 坦白說 就是我覺得風險 就是 你的回復跟風險一定是並存的 是 那我們的觀察當然 這個是一個觀察 就是 過去這個十年以來 我們特別看今年 像2020的新創公司 科技含量特別高 如果你看2011年開始 大部分電商比較多 可是呢 電商多 它的存活力也比較高 因為它的商業模式很簡單 那技術團隊的存活力比較低喔 比如說 2011年呢 有30個團隊上載Pitch 有15家掛掉 29家裡面其中 掛掉的有15家是2011年的 大部分都是技術公司 可是 on the other hand 估值比較高的 也都是科技公司 所以 high risk high gain 那如果 我覺得每一個人走向 適合自己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沒有說 一定prefer什麼啦 就是說我自己感覺 新創花園就是各種 各種東西都要有 對 所以面對到這樣的一個花園 好像 我們的腳步都不能停歇喔 但應該對創業小劇 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呃 這個其實應該這麼說 創業小劇不能講PIVOT 它在進化 今天我們的這個 創業新生袋 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廣告一下 大家一定要這個 訂閱創業新生袋 那其實從線下走到線上 這個紅色的部分呢 時薪的部分就是線下的活動 創業小劇其實有辦了非常多的 線下的活動 但也有非常多 線上的資源 那除了線上 online以外 現在還有聲音的 這個podcast 所以呢對我們來看 這個創業小劇 在持續的用不同的方式 在協助新狀團隊的發展 是 這個 這是非常值得這個敬佩的 對 可是身為 創業小劇其實本來也就是身為 創業生態系裡面的 其中一個角色 那我們的持續進化 某種程度 我也是跟著 創業生態系的變化 創業生態系的腳步 一直在進行的 所以最終最終 我覺得展望未來十年 大金哥我們有什麼要跟大家說的 其實對我來看就是說 以上的十個 我相信台下的很多評審 可能有更多的觀察 那前面的這個十個 是我對於過去十年的一些觀察 那當然 作為一個資深評審 當然也希望有一些期許 那這個期許就是說我自己的感覺 大家常常在講這個 矽谷的創業生態系 其實我認為 矽谷的創業生態有兩個最重要的循環 第一個循環叫做人才的循環 那就是說 創業成功的人 能夠從新創開始成長 然後最後他退出了以後 他把他的創業曾經的知識智慧 傳遞給下一代 另外一個是資金的循環 就是創業的成功者 把他的錢再投到新創公司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我的期許就是說 現在台上的 要上台的這些新創的團隊 以後希望你們從台上走到台下 你們從創業者變成創投 你們從創業者變成天使 這才是一個 我認為一個比較好的循環 就是說你們創業成功了 你們帶著你的成功 把自己的養分交灌給下一代 那我覺得 Charles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我覺得一個示範典範 他把上一代的智慧 ANM的這些智慧 傳給下一代 所以我們希望 深深不息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循環 台灣也許不是走得最快的一個國家 我們希望台灣是走得最穩 最好的一個國家 就是給大家一個期許這樣子 共勉之 好 我們的節目超時了 所以今天要非常感謝我們的全情評審 大金哥 謝謝各位現場的觀眾還有聽眾 加油 謝謝大金哥 Live錄節目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希望這集節目剪出來都是自然的 不過既然是節目呢 不免所我們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創業新生代的節目 在KKBOX FIRSTORING SUNOU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還有Apple Podcast 上面都播出 歡迎不同平台的聽眾朋友 還有現場的觀眾朋友 訂閱跟分享我們的節目 跟創業小聚一起 在未來更多年繼續聽見更多的創業新生代 謝謝大家